7月24日是异能静与现任丈夫秦浩相识的日子 两人都在这一天根拨 感恩这次邂逅换来一生的陪伴 两年前两人初识 虽然有年龄差 女方有婚史和小孩 却阻导不了两人爱情的滋长 外界都很好奇 异能静与秦浩相识后 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在异能静眼中生活如常 唯一的变化就是有了一个默默等候 容不得别人伤害她的秦浩 谈起儿子与秦浩的关系 异能静感慨万千 小王子因为爱我接纳你 而你因为爱我接纳他 有了你们无声地接纳那份真爱 此刻书写时都浓浓地包围着我 对于过往的特施与遗憾 异能静表示 我们这一生也许曾在错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而充满遗憾 也许在对的时间里遇见错的人 因此彼此伤害 祝福此刻读懂我心的你 在对的日子里能够遇见对的人 不需寻觅 有有遗憾 会随着新闻中心 上海报道 即便 明镜